接下來先帶大家來看的是前新竹市長林志堅 這季被網路有挖挖挖出來什麼呢 挖出來在9月底跟民進黨的新竹市長的候選人沈慧紅 當時你看兩個人在車子上頭在直播的時候 林志堅說新竹產C所以有了玻璃產業 跟造就了半導體產業的重症 好這段話被網友兩包嘲諷說 當新竹市長你當幾年 你當了快要8年了 雖然最後是落跑了 玻璃的戲跟半導體的戲完全不一樣 好不好 IP根本是草包啊 亂把他兩個來看托 對此林志堅在臉書也向沈慧紅來道歉 Say Sorry了說表示自己是一石口誤啦 被對手拿放打操作 我們來聽聽當時林志堅到底是怎麼說的 我們今天是要到新竹公園對不對 對 參加新竹玻璃節的活動 對 其實這個玻璃藝術節由來已久 不過2016年我去參加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有很大調整的空間 因為玻璃是新竹的特產 也因為有系新竹產系 所以有了玻璃產業 也因為新竹產系 因為有了半導體產業半導體重鎮 那所以我還是很希望能夠讓玻璃這樣的產業 重新被看見 當了市長這麼久 居然講錯了 來看一下王洪威就罵他了 林志堅你唸了這麼多年的中華大學的理科 論文你抄人家逐科的報告 結果居然連為什麼有科學園區都可以隨便去看他 講說這是遊戲等等之類的 或是這個玻璃玻璃產業 然後又講到什麼科學園區等等 狂生他不但是一個草包 還是一個什麼 不自覺的草包 這個草包還不是一般的草包 是不自覺的草包 他也向沈蕙虹喊話說 再跟林志堅 你再繼續這樣子混下去 你準備完蛋了 接下來我們要跟議員 來趕快來聊聊的是 在這一回新竹的一個狀況 現在綠營 林志堅你看貝勒包 之前明明市長當了那麼久 連自己在地的產業到底怎麼回事 都會講錯 現在民進黨的沈蕙虹 現任的候選人 還跟他一直來做連結 你怎麼看 這就是一個試圖延續 華麗包裝草包路線的 民進黨在新竹最後的困獸之鬥 那你看可以看出這樣子的一段影片 基本上時間也不長 幾十秒的時間 就把 真實的狀況展露無遺 現代的政治是一個所有事情 無所遁形的這樣子的一個政治環境 聽到這樣子的一段話之後 我就再問大家一次 你還有人願意相信他的論文 他的學位是真的嗎 顯然他就是空的嘛 是硬是包裝出來的 我剛剛講 在網路時代的政治 最重要的就是真實嘛 你不一定要學富5G 你不一定要口才練打 但你至少要真實嘛 因為這個時代的政治人物 如果不真誠不真實 你要什麼可以相信的呢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明明他就不知道這些事情 然後他硬要講 他要用詐數來包裝自己的學歷 然後用華麗的包裝跟大量的宣傳經費 來維持自己的政績跟形象 然後意圖使用這樣子的華麗的表面功夫 來持續詐欺新竹市的選民嘛 沈慧宏現在要承接的就是這樣子一個路線 那好險這些影片陸續都被挖出來 陸續都被撩包 讓更多的鄉親知道說 這樣子的一個詐騙路線 終究是經不起考驗 也就是民進黨其實在玩這種包裝 玩這種詐欺 其實不是只有在新竹 事實上他大部分執政的縣市 都是這樣子的路線 經預期外 敗序集中 桃園的漂亮的國民運動中心 結果天花板會掉下來 難道不是同樣的路數嗎 現在桃園花了幾十億 蓋了一個新總圖 本來要敢在鄭文燦市長卸任前 風光開幕 然後現在不敢開了 原因是越來越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包含變更設計 惡攻 加攻 然後不符合原本的始造建造 通通被挖出來了 這就是這樣子啊 所有外表設計的非常華麗 內部的真實要使用的東西 完全敗序其中經不起考驗 這就是民進黨執政的風格 2022的投票 我們真的要再為這樣子執政的風格背書嗎 所以無論如何下架民進黨 是這一次貫穿全國最重要的選戰號召跟價值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踴躍參與積極投票 是沒有錯 這個選民真的眼睛要真的雪亮 頭上神聖一票做出智慧的判斷 非常感謝一元寶貴的時間 提供金幣的獨家觀點 謝謝 謝謝 掰掰 海黃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漁刺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把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